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郊外领刺激环保站 平时除了做资源回收 也接待来自不同领域的参访团道来学习交流 刺激之工善用环保站每一寸空间 甚至把除肠室变成对外解说刺激的故事馆 好像很多大德人也不知道我们刺激的历史 我们真的在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带他上去 有了这个展览馆至少 就算上去走一天应该也是两三分钟 而且可以一目了然 可以知道你们刺激在做些什么 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刺激的出现 背后策划的是刺激之工程辉杰 丑备过程中每个细节用心到家 他说最大的收获是自己 在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你在剪你在看你在弄的时候 好像抓了鞋子 哇 不知道 他可以做到这样辛苦 三人一个人可以摸到 哇 我们这样多人 我自己做我会感动 如果自己会感动 我觉得他们也是会感动 空间虽小却能无声说法 说的全是刺激之业 在世界与当地的美善足迹 环保站在社区发挥良能 不只做有形的分类 还能扮演将无形的感动 传播出去的平台 鼓励更多人加入善行 大约新闻黄泽峰 林彦君臣应许马来西亚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